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的皇太子金智希一直是旗戒的颜值当当 如今一晃89年出生了他 现在也31岁了 跟唐伟新年纪相仿 唐伟新比他小几岁 反正这两位骑手在当今的骑戒来看的话 也都不算太年轻了 那此方算是老冤家再度聚首 我们看看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这番棋的实战 这番棋是由这个金智希九段智黑 小金同学 唐玄宗之白 尖顶了跳 最近一段时间尖顶了跳非常流行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被柯杰带火的 柯杰好像拿白棋 只要别人一小飞挂 他都是见颈了跳 而且成绩特别好 可能大家一看 这个套路不错 其实你这个肩颈了跳跟小飞也都差不到哪去 挂脚 小金同学的棋永远是很积极的 积极向上 这个唐玄宗给予了这个回应 我也积极一点 不仅你积极 我也积极 接下来黑的这个 这个感觉这棋是由备而来 我觉得像这种棋很难是这个灵机移动下出来的 肯定平时这个AI已经摆过了 你看 这个果然感觉就是有套路 然后从这边飞 这个我感觉套路很深 这个白棋靠 因为这个棋黑的确实是不太肯在这里再走一个 不管你走哪个 走一个这个 然后白棋再从这里再飞出来 这个形状就 白棋这个形状就比较完美 因为本身如果白棋跳不到这一下的话 白棋局部是只能尖的 只能尖的 现在跳到一下之后它能飞起来了 这黑的是不太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个棋黑的是靠了一下 然后从这边给你封住 让你从这边来出头 然后一挖 白棋打这个 诶 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的这个形状还可以 这样这个 我觉得黑棋这个形状还不错 这个地方正好这颗子点在这个虎口上 如果我们看一下白棋如果打这边 会发生什么事情 黑棋粘住 黑棋粘住 那白棋如果就虎一个呢 当然可能这个唐伟欣觉得 精致锡这么来啊 肯定是不是有刀 我们防着一点 打那个确实比较简明 这个的话就复杂了 黑的一定会打这个 黑的如果打这个白的一粘上的话 黑的形状就不太好 不太好这个处理了啊 只能只有断打 那么白棋长 就感觉一本道 要白棋长或者斑 嗯 这个图确实白棋有风险啊 我们看 贴几下之后一斑 这好像挡不住了啊 再挡的话 这边挡下来要死了 嗯 确实白棋风险好像大一点 那如果白棋粘这个的话 黑棋就把这个子充了 这个大概是白棋接受不了的图 这样的话 白的还得花一手吃这三颗子 然后这个再被黑棋双肥烟啊 黑的这个地方已经得到很多 嗯 所以这个挖确实是有套路啊 感觉到 下沉这个形状 我觉得 黑的好像没什么不满意的道理啊 小剑 这颗子就 等于白的这颗子就送进来了啊 黑的现在这个靠也是 交换也是便宜的 确保吃住这颗子 然后白棋再靠 感觉这个唐伟欣同学今天一上来有点中刀啊 有一点中刀 然后一飞 尖 但是好在这个 局势还是早的不得了的啊 这个上来亏 就算亏上那么五六个七八个点 是绝对不影响胜负的 更何况 拿着白棋本身已经先赚了十个点了快啊 所以是有本钱的 拐 然后 沾上 嗯 这个沾也是很大啊 如果 这个在 老老实实在补齐的话 这个被白棋断了 白棋一断黑的 只能往这边推了啊 很惨 因为在这边下棋价值很低 因为白的这个头很硬 所以 先把这个先沾上 啊 这里这个 白棋这个斑是好棋 这个棋感还是非常好的 毕竟是这个三次世界冠军得主 这个斑为什么好呢 因为 挡不住了啊 挡的话 这朴实的打了一顶就 就崩了啊 这形状 上下无法两拳 所以 这个 实战 我看 我们看啊 黑的直接爬 所以黑的这个也是重新处理了 这两颗子 就给你了吧 啊 黑的 因为外面 已经收获了一些外事啊 这里 只要简单做活就好 嗯 然后白棋也是拖先了啊 抢先挂脚 剪出来 哇 好像我感觉这个 唐伟欣同学似乎对这一拖好像 情有独钟啊 我记得 前两天的一盘棋的时候 他也是拖这个的啊 好像是对螺旋吧 我记得 但是当时情况跟这个不太一样啊 依然是这一拖 很酷矮 看来这个棋手有的时候 这个 有的招法 一旦养成了之后 还是会有些自己的偏好啊 走 逼住 这个棋现在就是 我也是最近刚学到的 这个棋 就是不管 要么拆这个 要么拆这个 反正是不管 拐一下太俗 那这个 唐玄宗天天下这个 他肯定更熟悉啊 这个 什么时候需要拐 什么时候不用拐啊 他更熟悉一些 然后 这个 靠压 靠压是准备占点便宜啊 索取一点 利益 如果可以去搬呢 他虎下来啊 这个时候这个靠压了虎可能 还可以 也不一定 他有可能是准备长的 这也不好说 到底下哪个 虎的话就是打吃沾上 然后飞一个 总感觉这个虎 自从好像有了AI之后 总觉得对这个靠完虎 总是有点反正 怎么说看着很别扭啊 因为这个AI特别喜欢这个靠了长啊 所以总觉得靠了长是正道啊 齐之正道 但实战这个 小金同学根本就不给你这个机会啊 不管你虎还是长 我是挖的这个起 直接就 从这里挖出来了 反击意识很强烈 反击意识很强烈 然后 打吃 打 白器这个旗好像 不太可能往上打了 往上打完 这个没有下一手了 这个挡的话 把黑器直接给你咔嚓了 你要是这个的话 黑的往里头拐 空没了 因为这个旗走在上面 说实话 价值不是特别大 因为黑的这个头还是很铁的 所以 白器是打下面 打了 沾上 然后黑的一拐 来 这个时候白器再拐这个 长 逼住 也很凶啊 这个白器啊 直接拐完就 就要 问你一下啊 看你 能不能接受这地方被我二路飞 啊 实战 这个黑骑士 非常厚实的啊 那个飞给你了 可能觉得这个骑行 吃住已经非常舒服了 的确 这个拐吃的话 还是很诱人的一部骑 因为这个骑本身白的沾一下 其实黑的是有点小难受的这个形状 你是长还是斑啊 长的话就 气就松了 斑的话 问题被白器一拐又难受了啊 要紧住气的话 这下面这个木 很损 但是这个的话 还不如长好像啊 可能只能长 可能这个地方 我觉得白的还是沾一下算了 这个没什么可保留的 沾完你再有这个就好了啊 这个地方现在黑的一手棋 怎么也不会像实战补的这么干净啊 所以这个黑器很机敏啊 小金同学看你 这个 没粘 我直接就给你逆收了啊 这个棋 现在再也粘不到了啊 以后粘就从 上头就盖死了 当然这个 白棋也是有它得分的地方啊 这个二路飞很舒服 嗯 飞了两下 很愉快 跳 嗯 这里黑的一定是要出头的啊 绝对不可能说是 回去做活 这个是 这个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黑的现在只能回去做活了 我相信 当初这个拐吃就 肯定不会这么下了啊 所以这里一定是要拐出去 扳 啊 沾上 嗯 白棋这个形状其实并不好啊 将来这一点方感觉 好像局部未必搞得定黑器啊 哇 哇 这一步是什么意思嘞 有点没看懂啊 啊 这个我刚说这个点方可能搞不定这个 白棋就是防守来了啊 他这样的话 他这个挡先手啊 这点方肯定搞得定 看来这点方真的很严厉啊 如果不走我们看一下 黑的一点 小尖 挡住在小尖 嗯 其实暂时是不是也能抵挡啊 如果立下 沾上 拐 嗯 确实是比较残酷啊 这形状 直接尖出来了啊 比较严厉 那白棋这个下法也是 但是 哎呀 损还是想当损的啊 这个下法 这为了抢先手啊 也是不顾一切了 可以说是 啊 这里黑的 这里白的唯一还是心情稍微好一点 黑的不能打这个我们看啊 黑的如果最狠的是这么打 啊 但这个白的可以顶出来啊 我相信如果这个打如果成立的话 啊 这样抢先手的话 这白的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啊 所以还好啊 白的黑的只能打这个啊 当然这样已经是非常损了 我觉得 可能这个 唐维新觉得 无所谓了啊 反正你这也厚这也厚 厚到一家子去啊 关系不大 嗯 然后可以在这边逼住 黑的这边逼住 嗯 这部棋也是 攻击意识很强啊 他觉得我这块棋虽然没活 但是头很硬啊 那这两边不是有后师做这个后援团吗 所以这个现在要凶一点 嗯 嗯 小挑一 就是 要瞄着这个白棋的弱点啊 可能很多棋友会说 哎 这个棋明明可以拆二 为什么要拆一呢 啊 这个拆二之后啊 大家看这个将来 这个地方你很难 对白棋形成威胁啊 白棋要做活的时候 还有这个 嗯 著名的整形手机一点啊 对不对 这个我相信很多棋友可能都会这招啊 但是现在白的可能不着急点 这个点 点完之后 我们看 这就已经 基本快活了啊 基本快活了 所以这个棋就是说 我们下棋的时候自己需要有一个判断 哎 现在如果我黑棋目的只是单纯的做活的话 那我当然是拆二好了啊 空间越大 眼位肯定越足嘛 但是现在黑的除了是自己要做活 他还想威胁白棋 那那他就是跳E 这个 威力最大啊 将来这个还有 将来这个还有尖刺 我们看 跳E 小金同学的棋总是会 这个 带有一些攻击性的啊 虽然这个人长得很斯文 白白净净 一介书生 但是其下起来呢 那是一招狠过一招 哎 这个我刚说完啊 这个狠招就来了 那边那个小拆一先不管了 从这里又点进来了 哇 这个有点欺负我们唐玄宗啊 这个白的难道不能够 反击吗 我觉得心情上是很想反击的 反击不知道 黑的是要干嘛 黑的难道还能贴出来 贴白棋就长 这应该不怕啊 嗯 这个不知道了 这个点进去 如果下切我就上 黑的这块是很危险的啊 如果一旦把白线在那里装厚了的话 没太看懂 说句实在话 这个实战就 脾气很好啊 按理说这个玄宗也是这个 得理不饶人的棋手啊 这个地方 居然就忍让了 不可思议 然后抢了个线手去尖 尖这个 问题就是这个细心白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黑的敢脱线的一个原因啊 这地方有一拖 这一拖基本上黑锡就活了 感觉看白棋线的这个下法 我怎么觉得它有优势意识呢啊 一会儿这个局部下来我们判断一下看看 咦 这个地方它下的 跟我想的不一样 它是靠的 嗯 它是靠的 它没有断驰啊 因为它现在 白的黑的这个扳了一下之后 它现在断驰的话 等于这个 这个历史先手啊 黑的这个打两下 我们看 那它这个扳就变成送菜了啊 所以这个黑的这个扳现在也是一个时机 你扳我 我也扳你啊 看看你怎么办 很讨厌啊 这个棋很讨厌 所以它是 选中这地方是一靠 嗯 黑的扳 啊 这样的话 同样是 黑棋用这个先手 那白棋现在不吃这个了 可以直接吃到这儿 啊 这个还是明显好 打吃 沾上 然后再加啊 这个次序是非常的严谨 以防加完再吃 你不沾了啊 然后白棋再拐住 黑的再一挖 好 这个局面暂时告一段落啊 这挡了一下 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式 看看我的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我感觉这个 白棋这个下巴是觉得对自己形式很满意啊 看看这个实地 这块棋是九木 十九二十二一 二二三二四二五 二六 二六这里大概十木棋三十六 黑的六七十七十八 二十八就三十 三一三 黑的不算这个四十 白的三十六 但白的这里也没算啊 白的这里也好有点潜力 单纯看木的话 确实是这个白棋还不错 而且现在该白棋一下 白的这里飞起来 看是不是飞的 那果然是飞起来 确实是形式还可以啊 那算上这个白的都四十多了啊 如果这个都成空的话 黑的也就是不算这个四十 现在这个被一飞的话 五木棋都不见了有 木树确实是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黑的这个皮 不知道怎么算 我刚才一木棋没给它算啊 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里就是你给它算四五木呢 还是八木呢 这个不知道 所以这种地方就是 人类跟AI的差距了 AI知道怎么去算它的价值啊 然后换算成这个胜率 那我们看看这个黑的接下来 现在这个黑棋 刚才点完木了 就是 空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啊 盘面 差不多 最多盘面差不多 就是 现在怎么样利用这个后势 去把这个贴木给它整回来 好 开始了啊 先掉一下 这个掉掉的白棋挺难受的 别说啊 你这不太好围 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还有一尖刺 这个的话有一靠 所以实际上这个白棋直接就跳出来了 然后再一次 哇这个 其实有时候下后势 有时候其实把棋下后挺爽的 我觉得 可以为所欲为啊 在这个棋盘上 像这种招就是 这个刚掉完一下 马上就开始追究这个白棋的弱点啊 现在我这颗子不是枯漆 我是要这个弄你啊 你要沾这个我直接就飞下来了 直接就要把你这颗子割下来了啊 整个脚割下来 实际上这个白子是爬过 那黑子跳下来 等于这地方流了一冲将来 现在白棋马上就补了 很厚实啊 这个 看来玄宗这盘棋是 不准备给这个 不准备跟这个小金同学拼力量啊 他觉得这个局面现在 时空已经占优了 我就是稳住啊 稳住正脚 搬 推 5 刚说他要稳住正脚 他就发招了啊 这招有点有种要不给对手活路的感觉啊 正常他沾一个 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啊 这个形状可能被 黑的搬住很厚实啊 这个地方 顺势把这颗子吃了 而且还有一些木树 他是不是觉得这样不是太满意 他想想这个 这个弄几下尖进去啊 我们看现在如果直接尖的话 也是不太成立的 这里有个这个可以冲一下 冲完一退 这个段这个地方有各种段啊 这个尖不进去 这个挤着一下 如果算他挤着我们看看啊 就挤着 看看他要干嘛 还是沾 这个就有点没看懂了啊 挤着一下还是沾呢 这个挤的 会便宜 从里头跟别人外头交换一下啊 莫非这个 一会儿这里挖是吧啊 看一下 这个地方 瞄着挖这个 感觉不便宜啊 黑的还是搬住 感觉不便宜 真的挖了 这挖是个转换 对因为我刚刚看见 我感觉这转换好像不是太便宜 这个这颗子吃下来 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肯定不到15目啊 这个被搬了好像我觉得15目也总有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好近了 黑的太厚了 这个不知道这个 玄宗是怎么判断的啊 我个人感觉这个起 不是正道啊 此时它不是实地占优吗 它就沾一沾把这个先飞了啊 我感觉这个飞很大 啊 虽然说它这个挖也可以加强这块 但是它现在没必要去挖这个 它一飞 我们刚才判断那个木树来看的话 白七还是稳稳的占优的啊 黑的木树刚刚这点18目 现在肯定不到18了 被废了 黑的这个40目还是出头的样子 白的这个9目 19 29 33亿 白的也40目出头啊 这个还是继续维持 而且将来 这一跳一冲可能还能再涨点膜 这不挤了这个转换 我觉得 不便宜啊 不知道 这个白七是怎么想的 看着就不便宜啊 还是它太低估这个后视的威力了啊 还觉得这个还一会儿还能掉可能 感觉这中间好大呀 然后一挖 嗯 跳直接就来了啊 搬 然后团 嗯 团一个 这个 搬一下是 问英手啊 这个棋 挡不住了啊 我们看啊 这个不能挡 挡的话黑的一打 然后再 一冲这个 这个就吃不掉了 我们看 这样的话 诶 正好被 黑漆就给唬住了 这个正好 诶 这个打吃就派上用场了 如果现在你这个棋是团在这儿的话 啊 这个黑的就没有用 啊 所以黑的这个搬一下是寻求一点关子便宜啊 本身是救不回来 这两个子被 被跳点的时候已经救不回来了 然后是冲吃 然后是冲吃 然后冲吃 啊 是先先团的 然后冲 嗯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现在全盘最大了啊 那感觉确实不小 嗯 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吃的话 我们看这个棋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如果不吃黑的一般 你很难受啊 你要一挡的话 就以后就吃不着了 你要团的话 那黑的补一个 这这这部棋也是搭得不得了啊 本身 所以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啊 吃了得 哇 我们看这个一下 这个棋吃完之后 这个白控啊 长 木树是长了不少啊 木树长了不少 但是现在这个黑的中央 就不知道是 怎么算啊 这个棋 嗯 然后黑的一尖 那这个尖很大 这个尖 它是有后续的啊 不走 是下一步 直接点了爬过 可能是先手啊 这也巨大 啊 白棋无法容忍这个点了爬过啊 直接粘上 哇 那这个尖一下确实也很得力 那我们这个棋现在 木树又得重新点啊 这个棋 黑的把这个粘上 那稍微下两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沧海变桑田 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情况啊 这个突然间这个白棋 从这里到这了啊 但黑的这个先手 接一下把脚护住的同时 这里又来了一块 然后抢到了这个粘啊 这个粘 其实也是很大的一步棋啊 除了有木树之外 我没看这个粘完之后 白的这个地方 顿时就显现出一些这个薄位来了啊 虽然这个地 这块其实很厚实 但是这个地方有各种斑 嗯 刚说着这个薄位 白棋就加厚啊 这盘棋反正 一直看这个 玄宗的这个招法啊 感觉就是很乐观啊 非常乐观 从这个布局下完开始 就一直感觉他的招法都很乐观 嗯 我们看一看这棋子到底是不是乐观 问题是 是真乐观还是假乐观啊 然后黑的从这里搬出 嗯 我们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木树啊 到底现在形式是怎么样 这个将来立了半张的话 算双方立差不多啊 因为谁算谁立的半张到 都肯定 谁都便宜了 我们算双立到底 这个10 11 12 13 20 25 26 27 这以后挖沾先手 28 9 33 33 34 45 46 47 48 48 这个10目肯定不止啊 49 58 这个70目肯定朝上了 现在白棋 黑棋 黑棋的话 这里 大吃 是搂过的啊 这个地方 其实黑的还有点薄 这个形状 啊 打吃它可以挖吃 那不是太薄啊 这地方可以挖吃 那这个 这两个子就已经掉了啊 木树是这样的 木树 8 9 10 11 15 19 27 28 38 43 53 53 53 这个 白棋刚才是70目朝上 53 那就是说中间如果能为25目的话是细棋 就是中间我们点25目的话是细棋 该黑棋下 啊 点25目黑棋要好一点 点25目的话是七棋啊 黑的这挖站是决限 这个我们看点25目好像还是很容易点出来的啊 这个地方进不来 这将来长久坚住 如果我们点到这一线啊 如果我们点到这一线啊 89 11 21 23 25目怎么都有啊 那这个棋其实现在白棋形式并不乐观啊 并不乐观啊 这黑的25目很容易就点出来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串 这种算是个转换吧 黑的肯定是 白棋肯定亏了啊 这个吃的太小了 一共就吃了15目棋 这个子被割了 这还被先手煎一把 啊 很痛 这个吃呢 你感觉吃的很爽 其实木数并不多 我们看以后这个被挖沾一下 很残酷啊 这个搬一下又便宜了啊 本来你可以拐在这里 现在你只能沾回去 就搬沾又鲜少啊 或者你断在这里 但是也一样搬也鲜少 所以这个感觉吃了很多 其实并没有吃到太多木 这个吃完之后 这里木还少了一点 所以现在其实形式本身并不是特别有利啊 这个 好 然后 哇 这个小金同学还要点你啊 还要点 白鞋顶在这里 嗯 然后一长 嗯 这个摆在沾上 沾上 这个白鞋外头稍稍有点薄啊 这块鞋我们看 一旦被分断了 有可能会死 好 来了 上招 上招 接上 然后接上 嗯 这个地方白鞋是必须要保持联络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黑的这个长弯拐是先手啊 如果要杀白鞋的时候 所以这个白的一定要很小心 飞出来 嗯 就是联络之前先占点便宜嘛 因为这个飞 对黑的这块是个威胁啊 因为下一步再一飞进去的话 黑的空调被压缩了 嗯 还在这里冲 贴 嗯 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白的 不能挡了啊 挡的话黑的 给你一跳断 你就危险了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 有断的话 这一尖 这个地方就过了 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气 白气这地方气是很紧的 这个搬完之后 大家看这一断 啊 而且这个可能是先手断 最关键的 啊 你不走的话 我再一尖可能里头全死了 嗯 所以这个下棋的时候啊 对手的每一步棋 都有可能暗藏杀机啊 一定要实施提防 尤其是这种力量型的对手 这个贴一个 逃过一截啊 然后 可以直接直接冲断 啊 不跟你废话 就你 你就连吧 这个地方看你怎么连 然后白气冲 啊 拍着大 大吃 哇 这个 翻吃 看一下 这个地方力量又大起来了 啊 然后一尖 跳 然后一尝 那感觉这个尖像是打僵啊 嗯 然后 吃了 之后一瓦 这个黑的是要干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黑的打吃 然后再打吃 然后再打吃 那此时 摆起一顶 啊 不敢要了 这时候这个玄宗是 这个不敢走了啊 这个 那既然这个不敢走 当初为什么要挖呢 啊 挖的时候可能还没注意到 危险 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打吃一下 先手 打吃一下 先手 啊 这个确实是 确实是太危险了 这个贴一把 我们看这个漆 就挖过来 这些什么都所谓的都小了 这挖过来就要直接 要吃你的大龙 你现在只要 只要这两个子吃不掉的话 局部总是活不了的 好像 确实是很危险 确实是很危险 除非这个主要这下打 还打不到啊 这下如果能打到一下的话 可能还是 还是有希望做活的 虎这个 然后再虎这个啊 但是这个打好像 不一定是决先啊 打这个 黑的会猴 你先虎这个的话 黑的退 你再打吃黑的挑点 嗯 啊这样的话 白棋这个历史形象 也不见得 我们看一下 其实也很激烈啊 这个棋精致棋胆子也非常大 我们只能说 小君同学也是 如果算打到的话 这一虎 也不好吃啊 这个棋 除非黑的当初这个不是贴的啊 我们看 黑的除非是并在这里 那这个是最狠的 大致站住 如果能并在这里能成立的话 啊 确实是可以并在这里 那这个 那这个确实要死啊 就挖到这儿 这两个字好像总是吃不住的 这一间 诶 这样打这个 可以的靠 嗯 危险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 刚才我就给大家说了 这个下棋的时候 把自己下厚一点 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厚了之后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啊这个地方这么就 你看这个low吃这个横并啊 这个是很露骨 直接就要求杀起 那这一串 那当初这个挖 就亏了啊 我们看 这个挖了一下 也不亏 也不亏 他如果直接走这个的话 黑的可以从这里打 刚才赫的这个等于 从这打了一下 他也不亏 他等于逼黑器从这里打一下 黑的这个打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看如果先打这个 再打这个的话 白器就提到这了 我们看啊 对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这个 这个并就并不到了啊 所以黑的必须先打这一下 那再打啊 这时候他再拖线 那他这个不亏 因为黑的这个打没有价值 一旦这白器活了的话 好 形成一个 这个不叫转换了 这个是 被黑器很强力的手段 把 把它给干掉了啊 这个 不存在转换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要进入关子了 啊 白的给你拐 这个地方白的延器是很 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啊 不延器这个 好像这里头杀器还 不一定谁杀谁 啊 挖沾 哇 这个白的可以这么这么收官啊 很顽强 啊 这个这个确实便宜 这个地方先 现实先插两摩啊 黑的这个子怎么也价值不了两摩起啊 先把两摩先得到 好 黑的力 好 这个打吃 嗯 开始破这个中控了啊 这个档其实也很大 白的这块刚才是49 再给它加两摩是51 51 51的话 52 54 53 54 58 59 6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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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9 18 20 21 20 20 木数损的厉害 这个白棋 那刚才给它点9木棋 点太多了 这等于49 51 58 64 这折半算的话 估计也就是点6木棋 也就是70木棋 黑的这个 10 14 18 18 19 20 33 1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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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5 5 6 7 5 8 68 白棋是70木 68 中间为10木棋 78 为20木就88 中间为15木的白棋就不够了 这棋确实是 木数 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白的中间很大 我们看 它走这个其实 是想把这个 如果呢 这两块如果连上的话 还不得了 这个如果一个不用补 这块是8 9 10 14木 刚才只点6木 这连上 至少值8木棋 所以现在这中间很大 但很讨厌 我们看现在这个紫 黑的断在这里 白的拿它没办法 拿这颗紫 想这块连落都连不上 可以跳一个 黑的是长 当然小金同学也很清楚 这地方肯定不能让你连呀 连上这个 前面这些 不都白弄了吗 然后一尖 然后一跳 然后一跳 这个7 好像 这个双活是 在所 难免了 我感觉 下一会儿马上就要双活了 这个里头 很残酷 这双活非常残酷 然后一尖 然后一双 这个白的倒是把黑系中央的控权给钻掉了 冲 来了 这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双活 这个7 如果强行要求做活 那我们看看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死 这有可能会死 好像 走这个 走这个 尖 这样是不是反而会有木数 如果黑极冲了 作业 大吃 这也不存在缓期节 这个图 难道是 我又有什么误算了吗 好像可以挤在这里 那这个有木跟没有木还是差了很多 首先我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是最惨的一个图 我觉得这是 走这个被一点被一粘 只能走这个 然后人家一搬一把 只剩一木起了 这块器 这个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吧 所以我的感觉 这个器挤进来 因为现在肯定是不能点了 点的话感觉是个有眼杀瞎 我们看一下 一间大 刚好卖一期 我们看 刚好卖一期 这个点是个有眼杀瞎 这个 点不能点了 因为如果能点的话 也是近活 点完挤这个的话 那现在如果单挤的话 没太看懂 这个地方 如果兼这个 兼这个 大吃 然后团这个 这里真的是有点复杂的 这个摆了都要摆半天 我看着像是个循环节 不知道有没有看错 如果兼了作业 我立一个 粘上 这样的是个环 环两期节 这样是个环两期节 挤在这里 如果是充这个 做这个 然后打吃 再团这个 那再打吃 这样就循环节就活了 那就是最好 是一个环两期节 难道觉得 环两期节都不敢打吗 确实环两期节 也不一定打得赢 有可能会被打爆 黑的好像 节才确实有点多 白棋全盘就一个 这地方有三颗节 然后就没有了 黑的中央 但是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 先手双活 好像是有点忍不了的 那如果这地方是先手双活的话 我觉得当初这个 白棋这个尖 就有点问题了 当时这个还都还没走呢 那白棋这个就应该出头 就应该出头 把这个头先出来 这个气如果是长的情况下 这里头是活的嘛 刚才 走这个我们可以点 这个是有木的 这个地方将来是 哇 这个被先手双活了 估计这个唐玄宗应该是独秒了 那这个跳也 也不大呀 这个就是问题手太多了 那肯定是补一个最大 现在 对吧 你就沾一个 这里头十木齐总有吧 逆收九木 那肯定 不是一般的打 可能他当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被黑的冲了一尖的时候才发现 好像后果还蛮严重 确实这个挤的感觉 下棋的时候 确实不一定敢下 这个挤是自撞一气 本身 但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比较特殊 你不挤这个的话 就是黑的会做成一个刀霸舞 你现在主要是要防止黑的做刀霸舞 我觉得还两气还是能打一下的 还能打一下 因为黑的这个中央现在 白的 还两气等于意味着白的可以在外头走四手 如果黑的要把白气打死的话 那这个四手这块起 黑的可能要被干掉 这还两气也可以打 实战这个 我感觉木应该不够了 这样 实战这个木 是这样吧 是这么下地 唯一得意的就是将来拓战 黑的脚上少两木 但是这块棋就只剩下一木棋了 还是让人觉得很心痛啊 然后尖一下 然后再一挖 腿这个跳好像是不是也不敢要了呢 全部要回来 全部要回来 原因是这里有一段是吗 这黑的现在一打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个白气是 准备怎么办 这有点乱下了 我感觉 很顶 截 强行 强行搞一波截 这个有点关系 可以粘住 暂时也不 也不怕 我发现 发现问题所在 也不是太怕 这里可以 这有一段 吃不掉 这三子也吃不掉 吃也吃不掉 所以这个 打了一个 让白鞋自己补 让白鞋自己补 然后 这个棋白的 白的能不能先手补 我们看一下 好像 好像也不容易啊 这个棋 还是得补 你跳这个的话 它就算粘上啊 这个打 这个打 始终是这个 权 黑棋的权利 始终是黑棋的一个权利 嗯 那下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再点一下 木 我感觉这个棋 应该 黑的这部棋 下出来啊 我个人感觉 是一个这个 胜利宣言了 我个人感觉 是一个胜利宣言 这个 以金智希的 棋风来说 这种 这种打都不打了 直接 意思就是说 这个棋 该结束了啊 比如说我们白棋先补一个 黑的一大飞 我们看一下这个木 我感觉是肯定不够 这个是 黑棋的一个权利啊 因为这个真的被收得太惨了啊 这个当初的51 可能现在没有了 12 13 14 15 16 18 18 20 27 28 29 39 41 43 44 45 45 45 加 8 53 5 4 5 6 6 1 6 1 2 7 6 6 1 2 6 1 2 6 6 7 16 26 27 28 中央怎么也得有两目企业折板啊 28 29 30 313 233 33到这是 36 37 44 14 34 45 46 47 48 49 55 1 5 8 5 3 5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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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 14 6 8 12 12 13 13 似乎是判断他自己很乐观啊 我们看他的一些下法 包括这个地方 先手送吃 为了 其实他这个送吃 他早知道将来这里头弄成先手双活的话 他当初就不会这么送啊 那么白旗主要问题我觉得是出在这个转换 一直到飞到这儿的时候 这盘旗都是一个白旗木树占优黑的很厚的一个状态啊 但自从这个转换完开始之后我觉得这个形式就不对了啊 这个可能当时这个玄宗出现了错觉啊 觉得这个吃了木很大 其实我们跟大家仔细数一下确实真的是不大啊 这个地方15木树 这个地方可能也就是史莱姆啊 15木树都不一定有 那你15木树这个被人煎一把已经可能15木树吃回来了 然后这个被穿了 然后你落一个后手 后面这个被一粘 我们看从后面实战来看 这个粘完之后 这个附带的木树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后面这个搬出来的 一粘黑的白的吃这个白的一般黑的一般这又全死了啊 所以后面这个棋就是 黑棋这个后卫啊 一点一点的就是体现出来了 这个可能也是当初这个白棋形式判断失误的一个一个原因 他可能忽略了低估了这个后视的威力 一直觉得自己木树不错不错 后面越下木越少 我们看这个地方在被咸手双活 这个木是越刮越惨啊 最终这个这盘棋是这个 金之锡九段啊 是这个 纸黑是中盘战胜了这个唐伟信 也算是这个 爆了之前三星杯啊 之前好几届三星杯啊 我觉得应该是 被唐伟信弄了好几盘 这个维加联赛也报仇了 这盘棋 今天也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过程还是 还是不错的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